请看我们现在去程序帮你带回去 外衣间逃犯才刚落网 蓝委徐巧新也提出法案 要求得更严格审核外衣间的领选资格 不过这一行文字却让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提出质疑 只见提案上清除写下要有效提升 针对毒品吸食和持有累犯犯下诈骗行为 及酒驾致死再犯的可行性 也就是说等同于变相要求提高吸毒 诈骗酒驾犯的再犯率 提案明显有问题 但却有多达17位蓝委都连数支持 也让民进党立委黄杰 忍不住很酸我有看错吗 难道这是所谓的大姑条例 全党挺心挺到变成诈骗列车 委员当然是要做最后的把关 所以是希望以后能够多 针对这些文字多注意一点 台湾民众党其实最近一直在程序 党别人的案子 那其实真正的在程序上 你应该去看的就是像这种格式上的问题 连署人数的问题 修法理由的问题 对此徐巧新也赶紧在脸书上发文澄清 强调修正草案的用意 是为了遏止毒品吸食 持有累犯和诈骗酒驾再犯者 移出外议间条例 助理在写法案时误职 自己也没有看清楚 这才闹出乌龙 并对联署的委员造成困扰 表达歉意 只是徐巧新近期风波不断 没想到如今又因为提案问题 惹出争议 三十五王医学来信 台北采访报导